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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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同一个人演的 就是谢盈雪的 对 女人叫安妮姐 男人才会安妮呦 师徒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 是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最少要订个两项 一定要控免运 你给大家一点点省起来 我都可以再买一栋房子 我告诉你 你光靠省运费 我儿子都可以念大学利益 她问我公分说 那你不如不要买 剩下人钱 儿子都可以念三所大学了 妈妈 好笑 不是吧 第一 第一 你儿子练表三所大学了 第二 你啊 什么啊 珍妮佛 是珍妮佛 身为办公室的开心果 一定要跟大家同进同出 进进出出 想到这个进进出出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笑话 画家的老公叫什么 插画家 插画家 他 是OL 一个存在感超低的OL 第一次演跟第二次演 其实题材好像有点不一样 第一次有把哪一些剧情演进去了 第一次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是放了明媛的片段 有一个明媛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是讲跟女生在意 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有关 但是很可惜 反正后来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改掉 就是更专注去讲 关于女生跟身体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大屁股 然后你怎么看待你腰线 就是腰的线条没有人鱼线这件事情 对 然后你怎么样减肥 但是却发现那个减肥药里面有不明成分 然后开始变得怪里怪奇那样 所以我们这次就做了一把明媛的片段拿掉 变成了一个健身房 然后有三个健身老师来教你如何受胜 这样子 好像还有一些社会时事 对 那个时候放了反核吗 2012年的时候 我们那一年刚好是有奥运 所以我们就放了奥运 那今年就是有太多 社会上有太多精彩的事情在发生 对 比方说艺术家来台湾 然后护肤曼带了黄色小鸭来 那我们就有了黑面鸭 还有各种鸡鸭 与所有的家禽类都出了 对 那台湾人的创意只能说无限 然后还有原仔 就是熊猫 其实想放 但是也没地方放 当然e-tech是一定要放的 就是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收费站 对 然后时事的部分 对就还有反核 然后还有那个最近最流行的一些 比如说多元城家等等的 的内容 对 其实整个台湾有时候 你会觉得它疯狂的程度 约莫提供了很多很多剧场里面的养分 对 素材很多 对 可是你们总是得取舍对不对 嗯 总是没办法 黄色小鸭也演 然后 嗯 远仔也演 对对对对 就只能够就从里面选几个最经典的 让大家要在剧场里面回味一下 这样子 对 这个丑拔怪真的是很恐怖的 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最近考上国立大学 他在为了成绩为了功课 拼死拼活地躺进去 他整个校园从主任开始 整个科系都是丑拔怪 整个科系都是丑拔怪 那他是要出来呢 还是要进去呢 还是要继续留下来呢 很痛苦 很痛苦 啊 我在这里也一个等待电梯 边玩神魔之堂呢 然后你这种小派 不要 笑分子 没了 来 塔布 多优优独立 坛